今天的说新闻单元要带您来聚焦党政方面的消息 距离选举已经不到70天了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在今天早上 他亲自公布了禁总组织架构的名单 这八人核心小组的名单是已经出炉 其中来看看内容的部分颇受关注的 总统府前秘书长邱毅仁 他确定是接掌兵符担任了决策委员会的召集人 另外苏贞昌担任的是荣誉主委 还有后援总会的总会长是陈茂仁来出任 而卓荣泰则是担任总督导 以及潘梦安担任的是总干事 而名单当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是他了 是曾经帮民众党柯文哲打台北市长选战的主任委员 由姚立明来出任 外界很好奇说绿云这个动作认为是很明显 就是要全力来攻打柯文哲 而大家就问姚立明说你为什么要帮赖清德打选战呢 姚立明他则表示说自己过去跟柯文哲是媒妁之言 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手 而针对这次加入赖富的团队 他说会点头答应是因为自己非常信任赖富 他说我们两个是因为交往而结合 认为相互之间会长长久久 也很有信心会打赢选战 而赖清德的部分呢他同样也表示了 相信姚老师会帮我打败柯文哲这是赖富的回应 此外呢总统府的秘书长是由林嘉隆来担任总协调 而这个国策顾问团的召集人呢是郑立军来出任 这个也就表示了他并不是接下来还没有宣布的副总统人选 郑立军担任的是国策顾问团的召集人 而针对这个八人核心小组的名单出炉 赖清德自己本人非常有信心 他表示说呢他们他说九个人呢就是一个棒球队伍 而这八人的核心小组名单加上他呢就会是个断军队伍了 赖清德日前呢其实喊出了说民调要冲到45%以上 未来他们也将以陆战组织热战为主要搭配空战议题 希望可以重新呢来激起选民的热情 再继续呢为选情加分 此外我们继续来看到了民进党现在很重点的 也要积极来布局不分区的立委了 昨天不分区立委呢提名委员会开会 由召集人赖清德来亲自主持 这两天大家也听到很多体育界的人士都被点名 根据了解呢卢彦勋网球好手卢彦勋呢 他其实就是热门人选之一 在各方推荐的阶段呢就是很多人推荐的不分区立委名单 而最近一周呢党中央也的确开始征识卢彦勋 不过卢彦勋他本人呢在脸书上他很明确的回应了 他说呢他已经挽洩了民进党中央 将他列入不分区立委的邀约 他说感谢各方的推荐跟肯定 不过说自己哦从来没有意愿要参与政治的工作 那自己的重点呢会放在 如何让台湾的体育界更进步 这才会是他一生所追求的 所以是很明确的挽拒了不分区立委的推荐 那么来看看还有谁在这个名单当中被讨论到的呢 据有韵律体操专业的来自乌克兰的艺人瑞莎 他也传出在绿营的考虑名单当中哦 瑞莎他自己呢同样透过了平台表示说 他目前自己的重心呢是包括了家庭 学生以及他们的未来 自己最关心的是台湾韵律体操的发展 而表示呢自己并没有收到询问 不过现实方面的考量哦 因为事实上呢 加上我们的国籍法规定 新住民在规划我国籍之后呢 满十年才有资格来参选立委 那么瑞莎拿到台湾的 瑞莎拿到台湾的国籍呢还没有满十年 因此现实上来说 他也不具有参选的资格 此外被点名的还包括了职棒裁判刘伯军 而他也说了自己的确在六月的时候 有被征群到 但是因为工作繁忙而婉拒了 此外呢被点名的还包括了 于秋秋后戴姿影 也有人认为他很适合来出任不分区立委 看到的是呢现今的环境 其实体育对于政坛而言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也因此看到有这么多的体育界人士呢 进入了不分区名单的讨论当中 最终的结果呢 预估最晚必须在十一月十五号 终植会通过 才可以在十一月二十号完成登记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说新闻了 这一节的讨论当中